中国当地时间9月8日,江苏宜兴发生严重交通事故。 网声流传视频显示,一辆机动车的车身写着武装押运,请勿靠近八个醒目大字,然而盖运超车后箱却被撞开,钞票散落一地。 同时显示,两名押运员中,一名运超员脸上身上有许多红色液体,躺在钞票中,另有一名运超员受伤躺在地上钞票中,据查证,盖运超车归属于宜兴市陶都特种押运保安服务有限公司。 这一消息在微博上引起热议,网友发帖表达质疑,有网友说,我以为运超车里的保险柜是能承受一般爆炸物的程度,看来我想多了,一撞就开,这是直户的运超车吗? 有人说,不懂就问,运超车是不是可以不让行人? 我们这里运超车从来不让,拐弯的时候硬是要到一个大弯从行人面前过,十次车祸九次快,我都看运超车司机把自己当车神,也现场看到运超事故的发生,公安部门的垄断生意,我们,这里押运车就仿佛是很牛逼的存在,路权高于其他车辆,上次就教训了一辆,在我右侧押实现加塞, 硬让我给几道机动车道和飞机动车道之间装栏杆的窄台子上,后来自己又到会去,绝不惯着,这些大车仗着自己有保险,在大陆上太疯狂了。